我们打开我们神的说话 在哈巴谷书 今天我们中读的经文是有几节的经文 记载在哈巴谷书的 待会我们也很高兴 有我们弟兄Steven 和我们来来分享这段圣经的讯息 我们来先读这几节的经文 我们记载在第一章的二节四节 十二到十三节 第三章二到六节 十七到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到西西都是中读的 这段经文 我们慢慢读 慢慢来到西着神的说话 哈巴谷书的第一章第二节 这里说 他说 耶和话 我夫求你 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 我因强暴哀求你 你还不拯救 你为何使我看见罪业 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利呢 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 斗又喜了争端和商斗的事 因此律法放松 功利也不显明 恶人围困疑人 所以功利显然颠倒 耶和话 我的神 我的圣者 你不是从耿鼓而有吗 我们必不至死 耶和话 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 盘石 你设立他为要情治人 你眼目清见 不看邪癖 不看奸户 作诡诈的 你为何看着不利呢 恶人吞灭给自己公义的 你为何静立不如呢 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 又如没有管轄的爬物呢 第三节 我们读这段 耶和话 我听见你的名声 就惧怕 耶和话 求你在这些年间 復兴你的作为 在这些年间 显明出来 在法路的时候 以怜悯为念 神从提慢而来 圣者从巴兰山林道 他的荣光遮蔽诸天 重赞充满大地 他的辉煌如同日光 从他手里射出光线 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 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 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 他暂立 亮了大地 观看赶散万民 永久的山崩裂 长存的岭塔陷 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黄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也不出粮食 圈中绝了阳 庞内也没有牛 然而我要恩耶和话欢恩 恩救我的神喜乐 主耶和话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脚快如无鹿的堤 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这一个教育领掌用诗缘的乐器 我们请Steven 帝兄 平安靠着耶稣 我们跨过人生的困境 特别在这个疫情当中的时候 我给予此一个祝福 盼望我们真是 身心灵都得到健壮 我今天提的题目就是 被笑看风云 靠主夸盛 我们试试从哈巴谷书 在他的 在乱世当中的时候 如何能够靠着主 给他的力量 能够去 在幽暗的时间 能够得到这份盼望 大家知道疫情 不断地发展下去 直至到 二月尾 他有武汉城 他封城了 因为疫情实在太严重 武汉那个地方 可以坐飞机 去到全世界各地的地方 所以病毒传播 其实是失控的 那段时间 其实不知道是这么严重 可以和及全球 80年代 大家都知道 这个World Wide Web 就是WW 全球一体化 其实对于全世界 全地球 很多地方 很多社会 都很大的风险 相信大家 听过金融风暴 以为一个国家 经济有问题 其实因为全球一体化 可以影响全球 都会不同的国家 一连串的骨牌效应 产生金融的风暴 同样的 公共卫生的风险 是一样的 全球一体化 因为交通各样很快 很方便 当你没有这个意识 是怎么去抗疫的时候 防止这个病毒的传染的时候 这个病毒可以成为一个全球的感染 很不幸运 我们看到几个月之后 当时美国以为 我们美国没事 谁知道 这个疫情 影响到几个月之后 有200个国家 受到感染 成为这半世纪的大灾难 美国暂时 最近的统计 多于440万人受到感染 而死亡人数是多少 多于15万人 差不多16万人死了 我相信大家都 心同感受 知道什么情况 因为我们需要家居隔离 我们现在要在网上 我们要崇拜 我们工作很多时候都要在家里做 会议、学校也有很多关闭 我们要在网上学习 我们一切差不多的民喻活动 都已经close down social distancing 对很多人来说 不是容易接受 但是想不到全球的交通 全球的运输 受到严重的受阻 大致停顿 所以这么多大航空公司 相比到什么 经济困境 甚至要倒闭 真的令人心灵淘汰 全球的疫情 已经差不多六个月了 平息了 还没有 我想大家听见 第二波 第三波 发生 在美国来说 现在暂时还没有到第三波 但是香港已经是 经历了第三波的情况 美国其实真的不太过 现在美国的疫情感染率 是全球首冠的 因为全球的确诊率是1696万人 美国差不多佔了四分一 有26% 442万人在美国有确诊 这个死亡率 在美国来说 是3.4% 即是说 一百个人当中 有三个确诊的人 是会因为 COVID-19 是过身的 今年美国也是总统大选 也是由于政治因素 经济民生 社会各样的转变 其实带给人很多心理压力 很多不安 很多随丧 很多恐慌 很多焦虑 甚至是由于种族问题最近发生 也有很多受试的情况发生 你觉得六个月的家居隔离 社会对人有什么影响 相当大 不但身体方面有问题 心灵上其实很重要 现在最近的 在加州所有的 Health practitioner 是需要 如果入急诊室的话 是需要去问一个 自杀风险的刑估 就是说很多人 到那个程度 是真的想了绝自己的生命 我们要问他有四个很简单的问题 他说过去几个礼拜里头 你有没有希望你自己已经死了 或者你过去 你有没有觉得 不如死了更好 生不如死 你有没有想过想自杀 或者你曾经有想自杀 我们是需要去看这些病人 确保他们的精神状态 是没有自杀的风险 香港 看看香港的故乡 去年 2019年已经有反送中的修例风波 直到今年成为港版国安法的实施 他经历到我们看到很心伤 很多的民怨 很多的不公仇恨暴力 很多的撕裂 很多的不安 在当中 经济已经很衰退 再加到今年2020年 这个新冠状病毒 第一波第二波 现在第三波 真的好像雪上加上 令到很多人真的心灵淘汰 不禁得问神 你在哪里 我们说要祈祷这么多 但是好像未听到你的回复 未听到你的答应 所以今天 我们盼望我们可以来这个 从哈巴谷先知 他昔日 他在这个乱世当中的时候 他如何去面对当时这个逆境 当时的乱世 帮助他能够在这个逆境当中 能够找到这个出路 能够找到这个盼望 盼望我们今天 面对疫情的时候 同样的 都可以靠着神 可以帮助我们 度过这个困境 我们首先祈祷 希望我们感谢你 真的愿意 今天早上我们真的透过 哈巴谷孙主义的学习的时候 你让我们真的看到 人生虽然会遇到很多的动荡 很多的患难 但是我们知道 在这个里面 我们是会有保障 我们会有盼望 然后你真的教导我们 无论环境是怎样变 环境是怎样坏 我们都能够用我们的信心去仰望 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去生活 去坚持 去跟随你 帮助我们今天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打开我们心的眼 以至你的话语被打开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能够发出这个良光 帮助我们在这个话语当中 得到光照 得到帮助 听我们的祷告 奉着明寇 阿们 和大家说一下哈巴谷当时的处境是怎样 哈巴谷书的历史背景 当时哈巴谷是先知 先知是什么 是神的代言人 哈巴谷生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犹太国活期最黑暗的时期 同期其他的先知有什么 耶利米先知 有以西结 弹伊利 很快看回以色列国的历史 从所罗门王晚年的时候是什么 真的可以说是晚节不保 他继承其他的王 很多都是离弃了神 纵使他们的以色列国是神的选民 但是由于他们犯罪 由于他们的罪 令他们离弃了神 拜其他的偶像 以至这个以色列国是分裂了 变成南北的分裂 不过大家都知道 是以色列国 他在721年的公元 主前721年 是被阿朔国灭了 被阿朔国灭了 在哈巴谷先知的时代 在加勒底 即现在的巴比伦 即现在的伊拉克 伊拉克的地方 兴起了一个大军王 很强而有力的是什么 尼布甲尼撒王 尼布甲尼撒王 不但只去征服了阿朔国 在712年征服了 对不起 612年征服了阿朔国 然后在610年更加南下 南下去攻打以色列的南国 就是由大国 在610年的时候 耶路撒冷第一次淪陷 第一次淪陷 当时的犹大王 就是若瓦径 他被尼布甲尼撒王 攻陷了之后 是弄走了 由耶路撒冷去到巴比伦 很多人的地方 然后很多的王族 王亲国戚 都是一同被露 包括旦而李先知 南国其他的动乱 不断地发生 因为始终他们都没有 懂得如何向神 悔改认罪 歸向神 其他的国王 很多都是犯了罪 犯了神 认为他们不应该做的事 若瓦径王的儿子 若瓦根 然后在579年 亦被尼布格尼撒王 第二次攻陷耶路撒 第二次攻陷耶路撒冷的地方 而那次又是同样的 将人民的努力 将人们带回巴比伦 其中以西约先知 第二次被他拉回 直到5816年 主前5816年 尤泰国终于淪陷了 哈巴谷就是生在这个时间 这个末代黑暗王朝的时间 但是哈巴谷身为先知 先知是为神 对这些国王 对人民 叫他们是需要悔改回转的 他做的工作是不容易的 你叫那些人改 那些人就是骂你 逼迫你 用强暴去侵害你 所以他虽然为神工作 他的老师是什么 是上帝 上帝利和华派他去 但是这份差事不容易做 所以他带出哈巴谷书第一 第二第三章的情况 神叫他的职份 就是向这些君王 叫他们悔改 叫他们回归 否则神就会惩罚他们 神就会审判他们 那哈巴谷书这个特点 就是先知和神一个对话 他问神 你派我去跟这些君王说 叫他们悔改 你不听我 他们不但不听我 他还陷害我 所以你想想他们 哈巴谷先知的心境 当时是相当的怀疑 有相当的质问 所以第一章 他就质问神了 他说 耶和华 我呼求你 你不应允 要到什么时候呢 我因强暴哀求你 你还不拯救我呢 就是说神 我向你呼求 你派我去跟这些国王说 他不但不听我 还要陷害我 还要害我 你是不是听不到的 第三次他说 你为何惹我看见罪业呢 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 他看到很多强暴在他面前 很多争斗的事情 因此律法放松 功利也不显明 恶人围困二人 所以功利显然颠倒 所以当时 哈巴谷他的心情 是相当的低落 是相当的 可以说是愤怒 也相当的颓丧 因为 他做的工作 真的不能够 能够复制 那第五节 哈巴谷书第一章 第五节 耶和说 怎样回答他呢 耶和说 我不是听不到 我不是看不到 我会给你一个答案 就是 这一群恶人 这一群加勒底人 残暴之民 他们会如何 他们会受到我的审判 神给他们两个肯定 第一个肯定是什么 这群加勒底人 他们虽然是恶 但是我会用这群加勒底人 去惩罚这些不忠不义 犯恶的犹太人 以色列文 当哈巴谷才听到 神这样回答的话 哇 不是吧 你要用一些 比我们更加不公义的 更加恶的人 去惩罚我们这群 以色列犹太人 对不对 其实我不想看到这些情况 他说 你眼目清洁 不看邪恶 不看奸恶 行诡诈的你 为何看着不理呢 恶人吞灭 给别人自己公义的你 为何静默不如呢 哈巴谷 先先问神 为什么你不回答我 神回答了他之后 他不满意 神的答复 他不满意 因为为什么 就好像 那些人患癌症 需要有花疗电疗 花疗电疗来到 是什么 是会不理好人 坏人 不理好的细菌 癌症 都一路 一样杀 不过知道 哇 这些空残的人 来到我们当中 去灭绝我们 犹太国 肯定会有很多人 是什么 我及无辜 会有很多人 就算是有 不是不公义的人 不是恶人 都会受到 波连 但是神怎么回答 哈巴谷呢 在第二章 第四节 神再给他一个肯定 就是说什么 为二人恩信得生 二人恩信得生 就是说 你要 凭着信心去 因信清义的人 就是信了神的人 你要凭着信心去生活 神是信实的 你要凭着神的信心 去信靠神 神必定会保守你 就算你在审判的时候 神都会拯救你 第二件事 神给他一个肯定 就是说 这边加勒体人 这些巴比论人 虽然他们是这么空残 他会始终在亡国 神告诉他们 十年之后 他们就会亡国 他这班人 一定会受到 惩罚 受到灭绝 下巴谷才听到神 他质问神 他听到神的回复之后 唯二人恩信得已 我想他的心情 是比较开朗一点 神你也是公义的神 你是信实的神 你会行你的公义 你会惩罚这些乐人 你也会保守 安慰这些受疑的人 以致他们能够可以恩信 得生 所以他的信心就回来了 因为他最初看不到这个效果 而神给他一个保证 给他一个肯定 你用你的信心 继续做我叫你做的事 那么他的信心就回来了 所以他想象得到 知道当这些巴比论人 落到去删这个犹大国的时候 一定会有很多的传伤 这些悲情一定会发生 但是这些悲情是短暂 是会过去 神会给他力量 神会给他有这个保护 以致他能够可以生存 以致他能够可以继续服势神 相信哈巴格斯当时他的心情是什么 他其实是盼望天国快点回来 天国快点回来 其实他的盼望就是 无论这个灾位来到的时候 神比较有力量去面对 如果神是要接他回去的时候 他真的能够可以在神的面前 可以成为一个有忠心有良善的先知 因为神吩咐他做 他是忠心的去做 他能得到这份生命的冠冕 靠着这个信念 他真的整个心情转变过来 虽然是有和话将会来到 但是神告诉他 我会照顾你 因为你的忠心 你的信实 你能够得到这份将来生命的冠冕 我们想想 我们的心有困境的时候 我们的心态 能够跨越这个困境呢 其实视乎我们眼光有没有转变 以及我们盼望些什么 我们跨不跨越到困境呢 视乎我眼光有没有转变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想通了 和看透的情况呢 当我们想通 看透的时候 知道人生其实是转叠 人生就像这首歌那样 是像客人一样 我们所盼望的熟悉的事情 无论是名 无论是利 无论是财富 是可以一天的 是可以随时的失去 我们想不到这么多大公司 在这个疫情当中 一夜之间 很短时间之内 可以完全倒闭 在这个疫情当中的时候 在这个政治改变的时候 那些人的财政可以被人完全封锁 我们要明白到 我们要看透的就是 生命是转叠 也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个自然的定律 就是健康生命是不断的会失去的 无论你喜欢不喜欢 我们是会老的 我们是会病的 我们是会离开这个世界的 没有人是不会死的 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想通看透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所能够得着的 我们在世所能挖住的那样的名利财富 其实是不是真的永恒的呢 不是的 我们唯一可以真的挖住的就是 我们的盼望是要转向熟天的盼望 什么是熟天的盼望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计划 神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崗位要去做的 我们是不是真的 依照神的旨意 依照神给我们的命定去扶持祂 去做神一个合神生意的人 成为一个终身良善的天家 而且我们真的离开这个 走完这个人生的路程的时候 我们回到天家 我们得到生命的奖赏 我们这个生命的冠冕 我们是不会失去的 我们这些世上所拥有的死的时候 一点都不可以带去 一点都不可以留下 所以当我们的心态转变的时候 当我们的眼睛转变的时候 体中想象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应该放在哪里 我们盼望 我们盼望想得的东西 应该是放在一些永恒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信奉的神 是一个什么 是永恒的神 是一个信实的神 去创造宇宙迈物 我们更加是一个自平安意念的神 是一个人 在耶利米先知的时候 神对耶利米先知 寫信 叫耶利米先知 寫信 给这些 被老 在耶路撒冷 被老去到巴比伦的人 去安慰这些被老的人 他说 在耶利米先知 二十九章的时候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似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的意念 是叫你们 活后有指望 所以 纵使这些人 被老去到巴比伦 是经过1.70年的时间 才可以回到耶路撒冷 但是这段时间 其实是 神就是去模造这些犹太人 以致他们在宿灵生命上 都能够得到成长 神是有时候用热情 用一些 不是我们很想用的方法 环境去磨练我们 去建立我们 我们想信奉的神 亦是一个有盼望的神 保罗罗马书15章13节 告诉我们 建立私人有盼望的神 恩着我们的信 是将诸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神不但指 当我们成为祂的子民 信是神的二女的时候 祂就赐给我们这份喜乐平安 祂更加用圣灵 在我们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能力 我们能够跨过这些困境 我们能够跨过这些逆境 所以 在哈巴哥斯第三章十七节 他说 他在哈巴哥斯第三章十七节 现实是真的很悲惨 哈巴哥斯已预料到 当这些巴比伦人来到去杀绿 去抢夺耶路撒冷城的时候 他说到 无花果树不法旺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 圈中绝粮 棚内也没有药 这个实在是很悲情的情况 想想一下我们现在的疫情 其实都很相似 很多人都是失业 很多人都破产 离散 很多的经济社会大受影响 纵使这种情况 哈巴菡先生他仍然是怎样 是一个选择 他说三章十八章说 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恩 因救我的神喜乐 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祂是我的脚快如武陆的提 又使我稳衡在高处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决定 纵使环境是这么恶劣 纵使环境是好似 很悲伤 但是我们要决定一句 就是我们要忠心地去信实 去跟从我们的天父 我们成为神忠心的福人 因为神经祂的话 祂是我们的力量 祂是我们的脚快如武陆的提 又使我们稳衡 不止我们能够保障 保护 走得快 而且还要走得稳 你想不想在你的困境当中 有帮助能够跨越你面对的困境呢 神应祂的话 有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清义了 所以我们未信的 我们盼望你早日要去相信人 相信耶稣 相信耶稣是你的拯救主 相信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 相信了信徒 更加要 我们不止有这个保护 在我们的心中 有这份圣灵 帮助我们去跨越这个困境 或者你说 我都信了 但为何我还是害怕的呢 我都信了 但为何我都好像没力 对我们 我们面对困境 面对疫情的时候 和未信的人都差不多 没有什么分别 其实是否应该这样 其实我们应该是自我反省 好像我们的手机 我们虽然有了APP 但我们都要适用才可以 我们有WiFi 但我们都要上网才可以 当我们信了主之后 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中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 但我们有没有 Tap in圣灵这个能力 有没有跟随圣灵 有没有真的依靠它 帮助我们跨越这个困境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 真的软弱无力 我们更加需要去顺应圣灵 听圣灵如何带领我们 倚靠圣灵 去帮助我们 去面对一切的困境 因为我们想信奉神 是一个复活的神 祂能够创造 使无变为有 祂能够改变 好像一个无虫一样 好像这个蚱蚱 蚱蚱是什么 看到前面很大的石头 它爬不过 但是当它变成蝴蝶的时候 它就能够飞移得到了 我们很多时候 就好像蚱蚱一样 看到面前很大的困境 好像爬不过 没有可能可以经过 但是靠着圣灵的能力 令我们能够有一个更新的能力 改变的能力的时候 我们能够做到 神要我们要做的事情 这个改变的大能 可以帮助我们去跨越一切的困境 一切的难处 我们不但要信徒 不但要依靠圣灵 才能够得到这个能力 更加我们需要专注为大 《箴言三章六节》 提醒我们 在你一切的事上 都要认定它 它必指引你的用 认定它是什么 就是Put God first 当我们过专注为大生活的时候 神会照顾 神会祝福 圣灵也告诉我们 你要先求祂的国 祂的义 一切都会加给你们 下不过 祂凭着信心去过这个生活 祂认定主 祂知道困难 迫害将会来到 这些残暴的巴比伦人 会来到侵害他们 但是祂有一份主的肯定 有主的确据告诉你 祂会赐力量你去面对 祂会保护你 祂就能够有一份信心 有一份平安 去盼望等候 纵使这些苦难来到的时候 祂都不会害怕 因为神应許过 神肯定告诉祂 祂会保护他们 你想不想过一个合神心意 有盼望的人生呢 保罗提醒我们 因为我们行事为人 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 要过一个主掌权的生活 其实我们需要学习放手 我们信了主之后 圣灵在我们的心中 圣灵是不是真的 我们生命的主呢 我想有很多信徒 都在这里挣扎 好像我搭车 我的车虽然会自动车 但是我还是很不放心 终于自己都要死拿着 我死拿着它的分台 但是很多人都是自动车 他就会放手 有个车自己去 你将你的目的地 去到哪里的时候 车会自己去的 我们掌管我们的人生 是不是真的 是把我们的主权 生命的主权 交给 交给这个圣灵 掌管呢 我们信应圣灵呢 其实我们这件事 我们是要不断不断地学习 凭着信心 我们真的 凭着信心 我们去信靠 去过一个信实的生活 去将我们的主权 交给神呢 我相信这个是 信徒主要的 主要的挣扎 就是信徒主要的 需要成长的地方 我们凭着眼见的时候 凭着眼见的时候 我们就会失败 我们看环境 环境就容易 失去信心 就会失败 彼得看环境 就掉下海 就掉下水了 但是他不看环境 他真的全心相信 神是会拯救 神是会帮助 他全心会仰望神的时候 他就不会再怕 他就不会被周围 这些悲情苦境影响到他 因为他知道 神会赐给的力量 神就是他心中的力量 纵使环境是很差 纵使物质全部没有 纵使他失去了工作 纵使经济是很坏 但是神会有他适当的时间 帮助供应保守他们 凭着这个信心 我们真的能够可以 帮助我们 在逆境当中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 当我们在困境的时候 我们深信一样东西 也要清楚 神是我们困境中的盘望 在艰难的时候 我们不会害怕 因为圣灵 与我们一起同事 和我们同在 祂会安慰我们 祂会拥抱 祂会扶持我们 祂会赐力量 给我们面对 好像触印的歌 4265 如果在我们无事的时候 会和神一起走 那有两 historic触印 但是为何生活有的时 但是 ohne Guardia而已 一回头看這一只触印 rooted 于是你会不能埋怨 神啊 为什么我尝要 booster 你不在身上帮助复住我呢 而神说 但在你加弹 困苦的时候 我就是能抱起你 所以只得一个 在困难、艰难、疫境当中 我相信我们最重要的是 需要反省、回转、降伏 去认罪悔改 求天赋怜悯 我相信在这个疫情 这个COVID-19 神其实真的是 用这个这么小的病毒 去唤醒世人 我们是需要降伏在神的面前 一个这么小的病毒 可以散播全世界 一个这么小的病毒 可以令到所有经济停顿 可以令到所有的生活 完全的改变 我们需要谦卑的回到神的面前 知道神仍然是神 神是掌管 He is there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的高傲 我们的科技是可以战胜一切 但是错 我们需要真的回转 神可以很容易地 就要这个病毒离开 我们如何尽力去找治疗的方法 如何去找这个疫苗 如果我们真的不是 全心全意在神的面前 认罪悔改 谦卑地求祂的怜悯 我相信我们都未能够做到神 要我们所做的事情 在我们困境当中 我们呼求神的恩典 和我们一起同在 神应该说 二人恩信得生 所以盼望未接受主耶稣为他个人救主 更加要把握时机 成为你个人救主 成为你生命的主 在疫情当中 我们教会也有弟兄姊妹 真的经历过疫情的身体的软弱 无论是英文堂 国语堂 我们相识的 在他的生命当中 其实他不是风鸣有神 他真是亲身经历神 如何在当中去拯救他们 他亲身经历的神 如何在我们很无助 没有把握的医治过程当中 神如何彰显他的拯救 神如何彰显 他如何陪伴他 去辅助他 他真是能够在这个疫情当中 亲历的经历神 似给他的恩典 在这个困境当中 我们更加需要有信心的去祷告 求主在这个疫情当中的时候 福兴他的作为 令到很多未曾够认识他的 未曾够信 让耶稣进入他的心 成为生命的主的把握时机 有机会得到这份福音 福兴我们的对神 那份的倚靠 福兴我们对神那份的爱慕 让我们的灵命 真的可以得到更新 让我们的盼望 真是由熟悉 一些我们不能够有把握得到的 而转为我们 转向熟天的盼望 成为神中心的仆人 合神心意的仆人 我们得到最后 一个永恒生命的奖赏 生命的冠冕 神有祂绝对的主权 祂的度高过我们的度 祂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 第三章第四节提醒我们 祂说 疫症都在他脚下 一切的情况 神是知道 神是掌管 国家的希望 世界历史都是在祂手掌握当中 我们深信香港 中国大陆 现在的政治的情况 神是掌管 神是掌权的 我们需要谦卑的 信服在神的主权下 我们要用一个敬拜赞美的心 信服的心 祷告去回应神 而我们一起用一个 诗歌去做一个回应 就是主是我的力量 愿意我们在悲情的景况下 靠着主的力量 我们都能够得到 这份盼望 主是我的力量 主是我力量 我力量 主是患难中力量 主是我帮助 我帮助 主是吹师帮助 主是患难中力 主是患难中力 主是健康患难中izz 主是我力量 我帮助 为主是患难中 主持人会改变 高山水回摇动 大海奔派 大浪战斗 但我们却不害怕 喜得主 你就是我们患难中的力量 你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你就是我们坚固的避难所 只是你是信实的 我们知道在你任备的底下 我们都不会再害怕 你是掌管万有 你是有你绝对的主权 疫症都在你的脚下 国家的兴亡 世界的历史都是在你手掌握的当中 愿意我们都是谦卑的 信服的在你的主权底下 我们愿意凭信心 我们去信靠那个土利喜悦 忠心信实的生活 帮助我们在疫境的当中 我们能够尝全盼望 我们有勇气 有力量的去面对 多谢你随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命求 阿们